第一個先建一個清單 所以在我那個範例檔裡面就是一個清單 哪個類股 然後哪一些網頁 那這個網頁我是預先幫各位複製貼過來的 也就是你有哪些網頁連結 你可以直接貼上 如果後面是一個變數 像一個數字剛剛有那個大樂透1234 那你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變數 那利用變數呢 自動去抓某個網頁的資料 那這邊的話呢 其實是利用什麼 也是錄製聚集 錄製聚集裡面有一個功能 是從web去匯入什麼資料 你告訴他 他會自動幫你怎麼樣 去抓到哪一個table 不過這邊可能會有個 算訣竅吧 因為他有的時候 你錄完之後一抓抓不到東西 那你可以去更改什麼 更改那個webtable 這關鍵在這邊 這邊有一個叫webtable 有沒有 webtable加s等於哪一個 那有的時候 像那個股市資料 他有的時候錄下來是9還是10吧 那我是把它改成 他的上一個或上上一個 有的時候本來沒有辦法抓到資料的 突然間資料就下載下來了 這個部分的話 恐怕因為每一個網頁的狀況 有時候不太一樣 所以如果你將來遇到就是 你錄製好了 然後奇怪按下那個按鈕或按下執行 奇怪資料就是下載不下來 那你記得可以去更改這個數字 webtable 如果印象中好像是改大還是改小 這個我想你可以再try一下 這有點好像改小 本來好像錄下來是10吧 你們等一下可以你們可以試試看 就是去下載那個Yahoo的股市資料 他錄下來的webtable數字好像是10 我把它改成8 資料就下載下來了 那裡面的話呢 當然就匯錄 那會變動的就是UIL這個 這個網址 其他的大概就加個幾個動作吧 加個刪除A欄 因為他下載的時候會有A欄多的 然後再自動調整 取消選舉 大概需要更改的就是這個網址 然後呢 頂多就是刪除舊的工作表 那其實就跑一個回圈 然後把資料刪光 然後再新增 新增的話其實跟前面那個範例有點類似 那頂多就是說我也是在把資料下載 並且去呼叫那個下載的程序 讓我們可以從網路上把資料下載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這邊的話就會得到一個批次的效果 那有的時候 時間會比較久 所以你也可以配合一個什麼 進度列 那這個進度列 除了說可以用這個之外 你也可以用剛剛我們講的那一個 有沒有一個PB 那個Label 那你可以跑時間給他一個進度 至少不要讓使用者等待太久 因為時間的關係沒辦法Demo 其他的話 還有像比較那個R的語言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自己看一下 因為主要會用VBA的原因是 至少他可以很快上手 不需要安裝太多東西 好 那就像今天好了 只有六個小時 開個頭 好像快結束了 時間就不夠了 其他像這個 這個套件 其實在是額外安裝的 那因為 我是把它放在我們雲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要安裝這個套件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都額外安裝 你可以在我的雲端上面找到 如果你的版本是64位元的 記得安裝這個 如果你是32位元的話 請你裝X86的 那怎麼知道是32或者64 記得你可以從檔案裡面 這邊有個說明 你可以從檔案說明裡面 去把它那個版本叫出來 32就裝32 裝完之後上面就會有一個 我們額外的套件 那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沒辦法demo 那我這邊有一些 這個powerpoint 可以給各位稍微參考一下 它主要就是說 如果你要從那個 SS 或者 SQL Server 去取得 大量非常大量的資料 你可以用這個套件 它可以幫我們做一些後續的 包含就是說 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的一些相關儲料 OK 那其他的話我想 可不可以 就給各位當成參考 那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 再講得非常的透徹 不過後續的話 有一些細節 我想到時候 可以再把影片稍微看過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那 欸 就很很 OK 好 哇 那另外還有那個什麼 線上問卷 可能要請各位填一下 填一下 那個問卷的網址 是不是在 那個瀏覽器的首頁是不是 我的最愛裡面 那上面的話 有個問卷編號跟問卷代號 那可能要麻煩各位稍微填一下 呢 呢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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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